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BAY阿伯 欢迎来到阿伯的孤勇者传说 没错 今天这一集影片我们就会来跟大家分享 启程 数码世界 所有玩法的攻略 同时也有众多的注意事项都会在待会的影片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也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神器 翅膀 坐骑 还有我们的同伴值不值得去抽 好 那么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呢 不妨先帮阿伯点一个赞 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你也不一定会收到阿伯的最新资讯 那我们就正片开始 GOGO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无课玩家 一共可以去拿到多少的抽抽 看能不能免费的去把这个翅膀给抽出来 但我觉得真的要非常的欧才有办法吧 那我们在抢救数码能源这边 每天能够去获得到六抽 六七四十二抽 再来到通行证这里 通行证的话 我们把这个任务全部解完 一共可以去获得到十八抽 再来我们到数码商店当中花一万五千赚 也可以去获得到十抽 所以这边我们一共可以白嫖到七十抽 然后如果想要把这个翅膀便宜抽出来 要赌一下的话 去买这个通行证 可以再获得到一百抽 还能够去获得到这个武器的一个造型 那我不知道这个武器的造型能不能偷跑 那知道的观众呢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板留言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刻通行证的话 是可以拿到一百七十抽 这次是一个混合的活动 所以花三三块礼包是没办法去获得到抽抽的 也就是说呢 这次如果你只想课这个通行证 去白嫖到翅膀的几率是稍微比较低的 接着我们来去带大家看一下数码商店 我们的这个东西呢 倒就要去换什么 整体的CP值比较高呢 最重要最早期或者平民玩家呢 最推荐是来换这个武魂水晶啦 那要换武魂水晶的话 我觉得就是在于说 你的武魂平均等级还没有到40级的玩家呢 都是可以来做兑换的 即便你是新开服的玩家 还没有开启这武魂系统呢 也是非常推荐来换这武魂水晶的 接着 第二个比较推荐的话呢 就是你如果种田已经种到没有种子了 然后你的3S加还没有洗好的话 那就可以来换这个特技种子 接着呢 第三个顺位就可以去换我们的这个造型 例如说你有跟这次的活动 那有可能就是插一个造型 你就可以升星了 多去获得到2%的素质 那就可以开始来换这个造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物资基地 那在这边呢 比较推荐说可以去刻这33块礼包啦 平民玩家都可以刻啦 因为我们现在非常需要这个神灯嘛 那这边我们可以自选这个神灯钥匙 然后左边的话呢 也可以去选我们这个觉醒卷轴 所以整体来说呢 这个33块礼包的性价比是爆表的 大概呢 来到200多倍的反例 同时呢 你还能够去获得到初心礼盒 所以平民玩家呢 推荐说每天都可以去刻这33块礼包 那至于说要不要再多刻呢 我就不太推荐了 因为他只有左边这边可以选到比较好的觉醒卷轴啦 那右边的话呢 没有什么样比较好的东西可以去选喔 好 再来我们不管是在送礼或者是拆礼物 都有机会可以去获得到锤子喔 那这个锤子呢 就是在一天过后会开启的这个数据进化 就可以去抽我们这个坐骑啦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就在于说 如果你有把这个神器还有翅膀跟坐骑都抽出来的话呢 就能够去额外的多获得到这件红莲武装的时装 那我不知道他加的能力会不会非常的好 但至少他是非常帅气啦 如果他的属性加的超好的话 那就可以考虑去把他全部抽出来嘛 那我们到时候就等这个课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接着呢 这边还有每日的任务要去结 那如果我们要课金 要保底这个一千抽的话 要怎么抽比较好呢 推荐啦 最好都是假设你会保底的情况下 下去购买这个礼包 为什么呢 你不要到时候先把这个便宜的都拉完了 结果呢 你保底了 剩下最后20抽要出货 那你只能克这3290 那就会比较亏 所以建议要抽的时候呢 都是优先的来克这个大礼包 1690或者是3290 那这些便宜的 价格CP值比较高的 就是用来补刀的 例如说 你抽到最后可能剩下70抽保底 那你就可以来买这个便宜的礼包 来进行一个补刀的动作 OK 那这次的神器值不值得抽呢 我们待会再来讲 我们先讲一下 如果你先抽完了这个神器之后 第二轮就能够去自选这三个大奖 那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大威天龙 对于中大课玩家 我觉得呢 是值得去把他给克出来的 最主要呢 是要他这个神器拥有的效果 减伤10% 那这减伤10%啊 绝对呢 是会比这个痊愈生命10% 或者是痊愈攻击10% 还要来的墙上非常的多 好 在这一次的累计消费 消费满670元的时候 可以去获得到这个数码宝贝的同伴 那他的属性呢 上阵效果就是使敌人受到普攻伤害增加8% 如果他这个技能效果是什么 受到的连击伤害增加8% 好像也没到说非常的厉害啦 那更何况他是受到普攻伤害增加8%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忽略不看了 不是太重要的东西啊 但如果你是平民玩家的话 那可以跟到这个170 170可以去多拿到这个三把的神灯钥匙 对于现在这个永恒装备来说呢 还没有凑齐的玩家是非常重要的 好 再来这一次还有很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每日任务一定要解好解满 因为这边我们可以去获得到4个礼盒之外 还能够呢每天去获得到6个锤子 超级重要 6个锤子啊 那有人说 哎呀这个击败250名敌人 随便都可以打得过 不一定哦 如果你是用战士的话可能会解不过哦 所以这边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 好 那锤子的部分呢 就每日任务每天送6个嘛 所以一共可以去白嫖到42个 那通行证这边花33元也可以去买到22个 所以基本上呢白嫖 42个加33元就有64个 再加上每天礼物 你送或者是收取 也都有机会可以去获得到这个锤子 那通常这个锤子的活动呢 都是好像一单就能够搞定了 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情况了 好 接着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神器 究竟值不值得来把它给抽出来 那这个神器呢 我只能说非常的玄 那时候它的这个中文叙述呢 非常的厉害 呵呵呵呵 让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什么 生命首次低于80% 每次伤害额外造成1250%的技能伤害 500%的当前连级伤害 还有500%的反击伤害 看起来超级猛啊 每次伤害欸 结果不是 它指的是什么 是这个神法的效果 就是每5秒使下一次的普攻 会额外造成这个500%当前普攻的范围伤害 它会有个东西掉下来啊 那那个东西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神法 所以每隔5秒就会神法一次 然后开局释放一次 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因为你必须要首次低于这个80%血量之后 这个神法才会有威胁性啊 那经过实测之后呢 它这个500%的当前连级 还有500%的当前反击 就是指说呢 500%的连级系数伤害 跟500%的反击系数伤害 所以 打出来的这个伤害呢 我只能说非常的可怜 毕竟说我们只要触发一次连级 我就可以打出将近3万2的连级伤害 再加上我们职业的被动技能 可以射出3发连级的这个子弹 所以就可以打到将近10万%的伤害 那我就问你 5秒触发一次500% 你要干嘛 所以呢 这把神器对于战士跟弩手来说 就是个垃圾 就是个垃圾 没错 超级垃圾 好我们再看一下 生命首次低于60%的时候 这个神法的效果 本来是5秒触发一次 变成4秒 一样是垃圾 然后生命首次低于40%的时候 这个神法效果啊 能够去直接斩杀 生命低于5%的目标 那这个已经实测过 好像是没有办法去斩杀 这个月下弯的效果 没办法把那个效果用到不见 所以呢 意义也不是很大 意义也不是很大 但那也是只有对这个战士跟弩手来说 是垃圾啦 对法师来说呢 其实啊 是有一定的强度在的 并说如果4秒就能神法一次 打出一个1250%的技伤 那你再会搭配这个宠物 南瓜 可以让这个技能暴击的时候 多打600%的技伤 那整体的强度就会变得还蛮不错的哦 那至于说这个神器 打出来的伤害呢 可以来跟这个龙藤做一个对比 龙藤的话呢 他的期望值啊 差不多秒伤是来到了 上次有算好像是5-600%吧 秒伤哦 秒伤就是已经把它除一下去了 把它算成一个综合伤害 可以来到5-600% 那是还没有算这个附带 最大生命值的伤害哦 这个是没有算的哦 那这把神器的秒伤呢 差不多是300% 也就说呢 它是比这个我们的龙藤的效果呢 还要落上蛮多的 所以对于法师来说强不强呢 还是有机会强的 因为毕竟说现在啊 没有什么好的神器啊 但我觉得有挖枪的话 挖枪还是比较强啊 毕竟说现在挖枪真的是 非常的恶心好不好 尤其这个永恒装备出来之后 妈呀那边青蛙常常就贴在你的脸上 直接让这个奴手的角线呢 喷歪 或者是烟雾弹 也有机会啊 就是打不到这个敌方身上啊 所以挖枪现在整体综合环境来说呢还是比较强的 那除了挖枪之后呢 这几把神器其实强度都各有优缺点啦 对于法师来说 这把活动神器呢是有用的 然后呢现在还有用的神器是冰雪千尘塔 这个对于那种高端战力来说会比较有用啦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我们的镰刀 不过镰刀就是靠赛 对就是要靠赛 OK那这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神器的部分 所以如果基本上你是要玩战士或者是弩手的话呢 就不用刻了 非常的垃圾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次活动翅膀 这次活动翅膀的强度呢 只能说条件有点苛刻 并说如果你战斗时间加起来不到10秒的话 那就是秒杀 秒杀的话这个翅膀所带来的这个额外增伤的效果 就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这个翅膀就战斗开始的时候可以提高8%的攻击 那当生命首次低于50%的时候 可以去额外的获得到8%攻击 然后20%的防御跟20%的攻速 跟20%的能量恢复 那这个翅膀不能说它完全不强 它有强的地方 但就是呢 你的战斗时间必须刚好差不多在30秒左右 如果的话那这个翅膀的强度呢就会非常的厉害 但如果你今天战斗时间太短或太长 那这个翅膀的强度都非常的可悲 所以它的要强是可以强啦 但是条件这个range呢就被锁在非常尴尬的地方了 不过呢以现在阿贝的战斗时长啊差不多刚好就是落在了30秒左右 那有了这个翅膀之后呢你就可以比别人更快一点去放到第二次的缴械 所以对于法师弩手来说呢是很有影响力的 但对于战士来说呢就比较还好了 因为战士你要这个20%攻速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法师呢至少有20%攻速之后还可以去牵制敌人去急晕敌人 对不对那弩手的话就是最好嘛 攻速就直接增加了弩手的整体输出啊 OK所以这个翅膀呢就见仁见智了 嘿嘿嘿 我怕这个以后如果战斗时长又拖得更长 那这个翅膀的用意呢真的就会变得非常的有限啊 不过它这边拥有效果是增加这个10%的痊愈生命 整体来说对现在环境啊是蛮不错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中课以上玩家 其实就可以考虑去把它抽出来 主要要去拿这个痊愈生命啊 好接着我们呢来去看一下这一次活动的座棋 增加10%的攻击跟被控制的时间缩短30% 这不就是轻牛的攻击板吗 那我自己认为啦 以现阶段来说有永恒装备之后 增加这个10%的减伤整体的CP值呢 我觉得是大于这个增加10%的攻击 所以以PVP来说呢 我觉得轻牛呢还是大于这个我们活动的座棋 格拉尼 好最后呢这边我们来下一个结论哦 如果今天啊你是小课玩家平民玩家的话 可以考虑啊去课个通行证 看能不能去把这个翅膀给晒出来 然后去获得到这个被试拥有的10%生命嘛 那如果今天也是中课玩家 我觉得就可以直接去把这个翅膀给抽出来了 因为有10%生命很好用 然后同时呢它也是有一定用处的一个翅膀 那至于说神器的部分 小课玩家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 但对于如果今天你是中课玩家来说 我觉得如果你有玩法师 那就可以考虑去把这个神器给抽出来 毕竟呢它的强度对于法师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且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出什么样的被试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造型 然后它的这个属性呢 可以去跟这个我们这一次活动的神器去做一个搭配 所以呢我觉得中课玩家 如果你是玩法师 或者你以后有想要去转法师的话呢 那这次神器是可以入手的 那至于说大课玩家呢 我觉得是可以把这次活动给抽出来的 这个神器跟背试呢 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用处 那即便呢 如果对你现阶段来说没有用的话 那神器跟背试拥有的属性呢 加的也还蛮不错的啦 对于大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说你在其他管道要去获得到这个10%的生命 跟10%的攻击呢 可能要花到更多的钱 毕竟说大课玩家基本上都已经在天花板了 要再去靠这个武魂提升啊 要提升这个10% 可能你是要花更多的钱哦 好 那至于说坐骑的部分呢 坐骑的话 这个有点尴尬 它的属性我们就不用说了嘛 那全域防御我们之前影片有拍到说是有用的 所以呢 如果它一单就可以抽出来 对于中大课玩家都是可以考虑去入手的 那至于说它最重要的这个停车效果呢 我觉得是比较尴尬的 所以平民要不要抽呢 可以等这个课长抽出来之后再考虑啦 那这挂机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就是需要这个游客果实了 它可以去提升我们宠物的等级嘛 那这个非宠等级提升上去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去加强它的被动嘛 但不知道它挂机挂12小时下来 可以停到多少的果实 哦这才是重点 如果只能停到个30颗一天 哇那不要了吧 那超烂 对不对 30颗有跟没有一样 那如果今天是一天就可以停到500颗 或者什么300颗 哇那这个坐骑呢 连我都想克了好不好 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下下方的留言板 来等这个有课出来的人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天呢能挂到多少的这个过时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 希望呢会对大家会有帮助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到下方的留言板提问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阿贝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